075型两栖攻击舰下水 海军短板补齐了一块 30年差距一下平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9月25号上午 中国海军首艘两栖攻击舰下水仪式在上海举行 据新华社此前报道 该舰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首型两栖攻击舰 具有较强的两栖作战和执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该军舰排水量为4万吨级 可以搭载20架直升机 075型两栖攻击舰的下水在中国海军发展史上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填补了最后一项空缺 补齐了一块短板 跟上了世界的发展水平 追上了30年以上的差距 朝着建设一流海军的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 两栖攻击舰是现代海军强国的标准配置 由海向陆的攻击 过去是靠平面登陆 而平面登陆受到地形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往往会给登陆方带来较大伤亡 如上世纪著名的诺曼底登陆 美军曾在6小时内损失2400名士兵 而发展到现在通过两栖攻击舰就实现了垂直登陆 即通过直升机的垂直登陆 绕开地形等各种不利因素的阻碍 直接定点投送到关键位置 因此可以说两栖登陆舰适应几乎所有海岸的登陆 当前美国 法国 澳大利亚 韩国 意大利等9个国家 装备有20多艘两栖攻击舰 美国拥有数量最多 美海军黄蜂号两栖攻击舰曾长期部署在亚太地区 搭载数量空前的F35B 根据美海军学会新闻网最新追踪 美海军全尸号两栖攻击舰目前正在印度洋活动 澳大利亚拥有两艘两栖攻击舰 分别是堪培拉级堪培拉号和同级别的阿德莱德号 满载排水量超过25000吨 舰长221.4米 韩国也拥有两艘 分别是独岛及独岛号 马罗号预计明年交付海军 独岛号满载排水量18000吨 日本没有明确的两栖攻击舰分类 日向和出云被称为直升机驱逐舰 三个国家都有一项让F35B登舰 这样的话 两栖攻击舰就摇身一变而成为准航母 我国的军事发展战略一贯立场是防御性的 防御的前提是发展好本国的军事力量 此次灵溪五行两栖攻击舰的下水 一方面可以在必要时承担军事行动任务 同时还可以承载非战争军事行动 如海外救援等